这是一个患有严重强迫症和洁癖的男人 被自己喜欢的人亲了之后 竟然直接晕倒在地 男主啊在生活中无论什么事情呢 自己都会有一个计划表 并且严格按照上面的内容执行 每一天都是如此 而且都设定了闹钟来提醒分毫不差 早上去上班到了马路边 就连红绿灯的时间都是算好的 可是一旦生活中有事情超出了男主的预期 他就会变得非常焦虑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强迫症吧 不仅仅如此 男主还随身带着消毒喷雾 即使是和对方的一个握手和拥抱 在他的眼中都是充满了细菌和病毒 同时打了一个喷嚏 都要马上拿出喷雾 对着周围狂喷 男主怪异的性格在工作中被同事们逐渐疏远 所以年纪一大把了 自己还是一个单身汪 到了这个时候 生命中的那个他就要出现了 杰癖男主暗恋上了一个在便利店上班的女孩 发现他和自己一样拥有怪异的个性 就这样 男主有时没事会在一旁默默关注他 甚至是在日记里记录着他每天的生活 当有一天 男主终于鼓起勇气来到超市 准备进行表白的时候 从柜台下钻出一个邋遢的女孩 嘴巴里还吃着东西 虽然和自己暗恋的人长得一样 但是男主一眼就认出这个人绝对不是他 原来啊 这个人是妹妹 怪不得如此相向 男主开始变得措手不及 事情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计划 计划表上没有记录这种结果啊 于是就慌慌张张的跑出了便利店 没有注意到记录女孩生活的日记本 落在了妹妹的手里 等想起来的时候 本子已经被女孩拿走了 男主打听到女孩的妹妹 还在酒吧坚持卖唱 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歌手 男主落下的日记本里面的内容 被妹妹改编成了一首歌 名字叫计划男 男主听了之后十分生气 感觉自己的隐私被窥探了 妹妹从酒吧里追出来道歉 声称自己原本打算只看一两页的 没想到后面的内容实在是有趣 为了赔礼道歉 妹妹打算帮助男主约自己的姐姐见面 很快 同样有强迫症的两个人 就在餐厅里面对面坐着了 两个人不约而同 开始整理桌面上的东西 然而姐姐却十分讨厌这样的自己 觉得已经严重困扰到自己的生活 打算去接受治疗 彻底改变这样的生活 可是我们的男主却觉得 这样子非常好啊 并没有什么不妥的 每天规规矩矩的生活 但是为了追到自己暗恋的人 即使是十分不乐意 也还是去参加了治疗的课程 在心理医生那里 男主试着改变自己 妹妹为了参加歌唱比赛 邀请了男主来加入到自己的乐队 为了感谢她的帮忙 于是在生活中也在努力帮着改变 生活中 妹妹却和姐姐不同 是一个非常大大咧咧的姑娘 她开始让强迫着男主十分崩溃 日常的时候经常和男主作对 用来执行计划的手表也被抢走了 这让八年没有迟到过一次的男主 第一次迟到了 来到公司的她却并没有受到上司的批评 相反还收到了来自同事的掌声 规规矩矩的这几年 她是全公司唯一一次还没有迟到的人 对嘛 这才像话 有了这样的经历 男主决定和妹妹一起去参加比赛 别看平时一副木讷的样子 弹起钢琴来 却让妹妹一家目瞪口呆 然而歌唱大赛中的一个评委 却是一个玩弄了妹妹感情的渣男 自己还被扣上了小三的帽子 她要在台上唱歌 好好羞辱那个人一番走出阴影 后来在台上 妹妹唱了一首专门写给渣男的歌 她听到后脸都绿了 果断给出了不合格 不过其他的评委觉得唱得非常好 事后渣男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找上门来搞事情 这让妹妹非常委屈 表示自己不会再参加第二轮了 不过在男主的鼓励下 两个人还是勇敢的站到了台上 意想不到的是 台下的评委却一概以往的态度 开始问起以前妹妹的私生活 一时台上人语色 很明显啊 这是被渣男收买了 这时男主站了出来 开始为妹妹说话 渣男命令现场停止拍摄 并且挖出小时后 男主上电视欺骗主持人的事情 原来她小时候被誉为智商200的天才 母亲一度想要送她去美国发展 在一次演出的时候 男主提前得知了答案 但是为了留在妈妈的身边 故意选择了错误的答案 却不知这样子招来了观众的谩骂 母亲也因为舆论坠楼而亡 伤心欲绝的男主以为 只要按照母亲教导的方式去活 就能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没有人生来就是天才 男主也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三十几年来 从未停止过对母亲的悼念 男主在心理治疗会的演讲上 把自己的过往全部都说出来的时候 台下和自己一样生病的听众 全部都落泪了 也包括一同前来的妹妹 一天下雨的时候 男主和妹妹在一个屋檐底下躲雨 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明白自己的心里 其实更喜欢的还是面前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 男主笨拙地告白着 回应过来的是妹妹的一个吻 突如其来的感觉 让计划表里本就没有这一项的男主 直接晕了过去 好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另一名字叫计划男 生活中的我们啊 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久而久之 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试着去接纳 谁不曾被生活无情伤害过呢 变成自己存在下去的力量吧 另外小伙伴们 在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像男主这样的人呢